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欢迎大家来到读书康的频道 这期是香港UVlog的最后一期 与前几期最大的不同是 这一期我们离开了港岛九龙 来到了靠近吃辣脚机场的离岛区 享受大都会中的慢生活 首先是乘坐5700米长的昂平360缆车 到达昂平之后步行前往凤凰山旁的新金简林 再返回昂平广场 登上台阶静观大佛 走进宝莲禅寺 接下来从昂平市集巴士站出发 乘坐21路前往大澳渔村 在和煦的阳光中逛老街 访古迹寻老店 结束一天的行程之后 我和Steven选择了在香港 拥有众多分店的八月花用晚餐 这一天的放松之旅详情如何 让我们进入正片吧 从湾仔前往昂平缆车起点站 最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还是港铁 从美景阁酒店附近的东铁县会展站 出发需要在红看换乘往臀门方向的臀马线 再在南昌站换乘东冲线 整个车程大约需要40分钟 刷巴达通车费为23.1港元 出闸之后按照港铁车站指示 从闭口步行150米即可到达昂平缆车东冲站 昂平360缆车单程票价为160港币 最近一次翻新是在2017年 线路总长度为5700米 是亚洲最长的双缆锁缆车系统 被多家媒体列为全球10家缆车 从东冲到昂平乘坐缆车需要25分钟左右 中途会经过机场岛和弥勒山两个不下课的转向站 缆车标准车厢采用钻石型设计 有10个相坐 一路风光秀丽 首先跨过东冲海湾 接着就是一览无余的吃辣脚机场 运行在郁郁葱葱的弥勒山上空时 清风阵阵令人心旷神移 俯视往下时不时就能看到 山境上远足登山游客的身影 在靠近昂平终点站时 还能从车厢上远眺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部分的入口处 以及机场起降的飞机 缆车即将到站时 天坛大佛也会在群山之中显出它的身影 从昂平的缆车站步出之后 就是当年随缆车一同开发的昂平市集 在游客服务中心能询问到 关于景点和长短图徒步路线的丰富信息 南天佛国的牌坊后面 是分裂两边的十二生肖 很特别的是 还能看到自由活动的黄牛和水牛 自然地和游客互动 我们首先穿过昂平广场 往东行走 一路上绿树环抱 趋近通幽 走过凤凰观日的牌坊 意味着正在往海拔934米的 凤凰山山顶方向前进 听说从山顶可以看到深圳 不过由于时间有限 站在鸭口眺望石壁水塘之后 便往回走到新金简林 2002年 国学大师饶宗仪 见香港社会受到经济低迷的困扰 于是决定赠送其首书的 波罗·波罗密多心金墨宝 借以鼓励 后来 特区政府决定将其墨宝 转化为户外大型展览 由于最终呈现方式 是整篇书法分别模刻于 多条8至10米高的花林木柱上 近似于古时疏于竹简 因此名为心金简林 通过昂平广场旁的268级时接 就可以走到著名的天坛大佛脚下 这座26.4米高的释迦牟尼佛像 是全球第一高的户外青铜座佛 大佛兼备隋唐佛像特色 一文参照莫高窟佛像 左手是宇愿印 右手是师无畏意 走下台阶 在地坛和牌坊后 就是筹建天坛大佛的宝莲禅寺 宝莲禅寺由正江金山寺的 顿修、大阅和阅明三位禅师 始建于1906年 穿过尾陀殿 便是1970年代重建的大雄宝殿 除了大气的重沿歇山顶 黄色琉璃瓦污面 华丽的斗拱 立竹的石雕飞龙也是记忆精湛 面向大雄宝殿左侧专卖速典型的质宝斋 也不要错过 很多人都会尝尝这里的豆花 江堂底的卤 配上据说是山泉水制成的豆花 既清香又解乏 我们现在是在昂平的车站 等去东冲的巴士 不是等去东冲 不是等去大奥 昂平市集往大奥的21路 比起往东冲的巴士路线 要难等不少 大家可以参照站台上的工作日 和周末的发车班次 虽然车程本身只需要20分钟左右 但如果时间不凑巧的话 可能要在站台等待接近一个小时 21路往西行进的路上 能看到不少以佛教寺庙为名的站点 可见大雨山圣地伶俐 深得清修之人的喜爱 很多人知道大奥 是因为它曾经登上过 第一季的时间上的中国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 大奥的盐业生产已盛据规模 一进村口就能看到 成牌晾晒的咸鱼 虽然珠江口渔业资源现已枯竭 但是大奥依然保留着 连绵的棚屋和交错的水道 贩卖海产的店铺也还是随处可见 蓝色的大奥冲咸圆桥 是大奥的地标 细看的话会发现桥面可以分开吊起 具备让大船通过的能力 十载布街一路上 还能看到少林的旗帜迎风飘扬 原来在原先大奥公立学校校址的基础上 确实建立了少林武术中心 并且与河南松山少林寺有着紧密的合作 让大奥更加名声在外的 是虾膏和虾酱 如今依旧营业的店家是郑祥鑫和胜利 虾膏味道鲜 虾酱味道香 听说因为网虾受限的原因 银虾都是先在广东洋江 台山等地腌制发酵 再运到大奥来磨滑 晒干成虾膏 然后再加上其他配料制成虾酱 胜利还有油尽咸鱼出售 得到不少本地食客的青睐 海湾潮汐的大奥午后 已经披上了金色的阳光 沿海步道上人们都在享受清凉的海风 与不时出没的猫咪互动 沿着这段步道的尽头右转 走上山坡 一路都有盛开的杨子晶相伴 坡道转朝南之后 就能看到米白色的鹰式拱狼 这里就是大奥文物酒店 酒店原先是1902年启用的 旧大奥警署 2009年经过活化成为酒店 房间以大奥地标及水井关阶命名 拘留室是现今的接待处 炮台、探照灯、看守塔、报案室等 仍完整保存 位于原先警署附属建筑二楼的 玻璃屋顶餐厅 Bio Lookout 提供本地元素特色餐食 赶在下午茶时段结束前 我们点了紫辈天葵基底的红树林特条 炸鱼配薯条和炸馄饨 虾酱为底的战酱其副特色 太阳落山之后 我们返回到大奥的巴士总站 排队乘坐11路前往东冲 这一小时十块十卖的山路 还是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 超过90度的发夹湾很多 大家乘坐之前要做好准备 巴士到达东冲都会成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 我们决定就在八月花用餐 刚好有碗式套餐 不用再纠结点菜的选择 鲍芝扣花椒鲜香绵糯 只是雪莲子炖鲍鱼的雪莲子 有些粘连 服务我们这桌的阿姨很热心 用餐整体体验不错 一天的行程结束 准备从东冲返回市区时 抬头看到港铁月台屏蔽门上方 撑会了许多离岛地区的老照片 让人感觉这不简简单单是种怀旧 而是将记忆融入每天的新生活中 2月18日从酒店退房之后 就是这次香港游的最后一站 西九龙了 由于时间比较有限 我并没有进入M家或者故宫看展 不过西九文化区本身的设施和景观 也是亮点多多 面向维港和港岛的公共空间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散步运动 更有本地艺术团体的街头表演 氛围自在 乘坐机场快线之前 Steven邀我还有特地赶来碰面的台湾友人Ray 在环球贸易广场102层的香港利斯卡尔顿大唐酒郎 吃特色下午茶 这一季的咸点采用了日本北海道的食材和料理灵感 边喝茶边从400米高处俯瞰维港景色 让整个跨越10年的香港游得到了升华 那么到此为止 整个香港之行的四天三夜行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这个行程想要了解的更多信息 或者对于我的旅行Vlog有什么好的建议 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留言弹幕哦 关注动态的朋友可能知道我最近去了俄罗斯 那么话不多说 敬请期待2023年4月的俄罗斯公共交通自由行Vlog吧 我们下期再见